Hello 大家好 我是腾腾 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 砰砰法师的序号礼宝马 好 那我们首先呢 点击右下角这个设定这边 然后呢 在下方可以看到你 这边有这个玩家ID嘛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复制ID 然后呢 点击我下方留言区的这个网址 然后就可以来到这个 砰砰法师的兑换页面 那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个 看不懂英文的话 也可以滑到最下面换成这个 中文 繁理中文 那第一个呢 这边就把你们 刚刚复制的这个游戏ID 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下一个呢 就要输入这个兑换码 首先是这个AIN 好 那这边呢 就输入这个验证码 那我推荐的是点一下 这个让它换一下 要不然会有时候会出错 那这个就是7058嘛 然后呢 再点击这个兑换奖励 然后呢 再点选这个是 好 恭喜你兑换成功 奖励已经发送到这个游戏的 邮箱 那接着呢 他这边会要 要你们输入这个 邮箱地址可以领取额外的兑换码奖励 那你们这边就输入你们这个常用的 帐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点选这个兑换奖励 然后确认一下是不是都有打对 他这个打错的话就可能 没办法再换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 好 然后他就可以 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邮箱看一下那个 这个礼包码 好 那我们要再换下一个呢 我们就要重整一下这个画面 然后一样 第一个贴上你们这个ID 那下一个呢 这个礼包码呢 是这个PBS 然后NOWR PBSNOWR 然后一样换一下这个验证码 好 3473 然后点选这个redeem 然后一样确认 好 这样他已经送到我们的这个邮箱了 好 这样他已经送到我们的这个邮箱了 那接着下一个呢也是一样 我们再重整一下画面 好 就重复的动作 对 重复的动作 对 重复的动作 然后这个是这个pb 然后dintr pb dintr 好 好 然后这边是0116 然后点选这个兑换 然后点选确定 好 这边已经送到我们这个信箱了 这应该是一开始的112嘛 然后再加34 所以这个是第四个 那下面这个一样是这个pb 然后是et001 pb et001 然后呢 这边4700 然后一样兑换 好 这边也兑换成功 好 那下面这个呢 一样要再重整一下 好 就 那个你们刚刚我复制好 就可以一直贴上了 那下一个是这个pb king08 pb king08 然后呢 一样这个记得要换 要不然我之前那个都没办法通过 好 一样点击这个兑换 这是倒数第三个嘛 好 恭喜 好 那接着 接着 接着倒数第二个 是这个pb 然后red007 pbred007 然后呢 这边 一样要输入这个 验证码 0586 好 确认 也兑换成功嘛 还有写这个congratulations 就是恭喜的意思 就是代表你有兑换成功 那如果是写其他的话 就可能 你可能有打错 或者是说 验证码打错 那最后一个呢 是这个pb 然后b l a c k pb l a c k 那这个 呃 最后一个 这个4386吗 4386 好 点击这个兑换 好 他们就可以说 那个奖励都已经寄到 我们这个的信箱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回来 我们这个游戏画面了 那这个寄送可能会有 有些延迟哦 不过这个看到没有 这个是蛮多的 好 那这边有 1 2 3 4 5 6 7 总共有7个 然后再加那个 呃 你们信箱输入的 那个礼宝马 应该是总共会有8个啊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哦 那看一下这个兑换成功 有这个50个宝石 然后这个呢 有50个宝石 一个蓝色钥匙 跟2000金币 那这些的奖励 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啊 好 你看像这样也都兑换成功了嘛 这个也都 这些奖励都一样 我们加起来应该是可以超过 85 400多个宝石 我不确定那个信箱的奖励是什么 不过应该是比这些还要好 这是一开始他就有送的这个奖励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就大概 会有450的这个宝石了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一下这个活动 然后这里呢是分享好友 可以获得200个鑽石 所以这个蛮好赚的 那我们现在呢是都还没有开始解锁一些东西啊 那我们来试玩看看这款游戏吧 这款游戏是那个弓箭大作战出的这个游戏哦 然后呢就这个是几乎是这个全新创新的游戏吧 应该是吧 也不算是啊 我记得这个就算是以前就有这种类型的游戏啊 只是弓箭大作战这边出的 看这个画风这些这个音效啊 这些都是跟弓箭大作战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喜欢玩这种游戏的话 应该是蛮抒压的哦 而且这个也不太需要什么技巧吧 而且他这个不像那个弓箭大作战 你需要时时刻刻的注意走位 然后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那个被打到 就直接要再下一局了 那这个呢是你可以深思熟虑每一步 而且他这个预测的路径都有给你 所以应该是如果熟悉的话 要通关是蛮容易的 可以像这种手残檔也可以玩得蛮开心的 这一层数好像刚刚看的是有 总共有40层吧 知道这个以后出这个应该是会增加一些 出死球的数量或者是 增加伤害之类的 其实上网查一下这种类型的游戏的这种 攻略或者是应该都可以蛮好过关的 这种很吃这些技巧 你看像我这样就可以多弹好几下 然后这里有绝地反击 绝地反击是什么 最后一颗球的伤害会三倍 而且这个不是单单就是只有让你打爽的 他这个也会出这个怪物来揍你的 我刚原本是什么想要弹射进去 我好像是失败了 可能之后会出这个什么 就是他反射路径他也会告诉你 这样就比较好瞄准一点 他们打的这个怪物也是扣血扣蛮多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路径给他打进去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从这边攻进去 像这个样子应该就可以打进去 那其实呢他地板有这些方格子 你也是可以拿来运用的 所以真的要算的话 靠这个格子的角度应该是你都可以算 算得蛮清楚蛮准的 我这边就只是稍微掩饰一下 还有这个影分身 这个的话 我目前是想要 对就像这样 把他连打在那边 是到这一个就会攻击还是说 我是要再前进一个才会攻击 他这个 他的手已经等不及的这边发抖 在那边想要砍了 那我们这边就尽快结束吧 我们就不清理这些怪物了 我们好像说不要清反而 打的比较多啊 那没关系哦 我们这边已经195年期 好吧那我们没关系 我们后面这边就快转了 看这边的燃烧伤害也都蛮厉害的 看这边的燃烧伤害也都蛮厉害的 这个玩到后面 其实会越玩越强的 这个毁灭之球 连击速到达100可以这个 那我们这个200滴血就不管他了嘛 反正他会被燃烧烧掉 那我们这个它是显示说 现在怪物都已经开始4000多血了 这个距离算的刚刚好 刚好都有打到这三只 不过这个蜘蛛也是会往后跳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啊 我的计划是打到这个 然后再打到这里 这样是可以吗 OK可以 好这里速雷射球 对于速雷造成雷射伤害 那我们这里的话就这个样子吧 然后让他一样打上去 26层哦 好这里就打这个 诶刚刚那是黑洞球球吗 这瞬间打2000的伤害 感觉还是要打对位置 这样伤害比较高 这个蜘蛛好像没什么威胁 还在这边 目前是打这边 还有这个雷射光束 我本来是想说 快点结束这场 没有想到 一不小心就打这么久了 又获得一个新技能 有这个火球近况跟强壮 我们选这个攻击增加好了 我们看一下原本是这个 200伤害嘛 那这个增加之后 不知道会变多少 诶我在干嘛 不太重要 没关系 我们刚好 射这边 他好像变成110 这伤害好像加蛮少的 只有加这个10% 好 我们稍微清理一下这个骷髅头 这个骷髅头 其实应该是要打这边 让他进去这边 这边射 不过没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 力量有点不太够了 感觉要靠这个 他这个都没办法 目前是没办法射进去 一回合就扣80滴血 好 那我们目前的这个机会 应该是这里 让他进去弹一下 那这后面都 越来越多血了 好 目前 那我们是 应该是最后一回合了 能够打到37层 应该也算不错 会不会说我们这上面这颗小球 全灭呢 应该是不太可能 哇哇哇 这个游戏是真的 有可能会有这种奇迹发生 不过也是 这也不算什么奇迹吧 我都快要挂了 秒杀球 应该是很重要 好那我们最后的这个 章写呢就是37关 才40% 击败30%的这个玩家 那么就解锁这个天赋 还有这个存钱罐 那这个是要处置的 那我们这个天赋呢 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 勇敢 然后生命上限 然后这个 攻击力 然后呢这个呢 获得技能也可以恢复血量 然后这个 然后天才法师 可以获得一个额外技能 这应该是要这个 有这个东西才可以用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蓬蓬法师的 需要有办法分享及试玩 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咯 我们下一集再见 大家拜拜